最近疫情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了 很多人说车企赚了很多钱 有没有做什么表示 其实大部分有责任的车企 在之前已经捐钱的捐钱 捐物资的捐物资了 甚至神车50已经开始自己做口罩了 本来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事情 但是有个别的车企疯狂秤热度 让人恶心 比如管器的新能源IRX 号称融合了传统中药丰富的三分处方 为人们在车内打造健康的呼吸环境 提高人体免疫力 给车子弄一个CN95口罩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中药相分处方 你不仅在侮辱我的人格 你还在侮辱我的智商 难道就因为有报道说 中医药对病情有一定的疗效吗 这个热度你也要蹭 当然这不是最气人的 最气人的还是前两天 我爱我的一个投保事件 竟然直接把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地区给剔除了 不能投保 这种骚操作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借疫情营销是人血馒头的做法的 也实在是令人恶心 所以七哥也奉劝各位车企 疫情其实只是暂时的 只要你做好服务 做好产品 等疫情结束 大家还是会去买你的车 但是如果你还是没有底线的 借疫情来营销自己的话 那么我只能送你五个字 看你几十万